哈啰,大家都希望福好 又来到我们的WUNDER CHI9手制 Inc. 嗨大家好,我是小七 今天小七姐姐呢 你看这边讲小七姐姐啦 小七姐姐 也可以啊 也可以叫小气姐姐啊 年轻一点嘛 今天小气会跟大家分享什么很好吃的糕点 就是这一个 就是这个了 这是什么 看到吗 这是什么呢 这是什么呢 扫老蓝 骗人 这个叫扫老蓝 还是那种橄榄球 哎哟 很重哦 这个很重哦 不像那敢敢出算大队点啦 这个是小队点啦 像番薯 像番薯 啊 番薯这么多比菠萝啊 OK 来 今天的话我们会用芋头 然后用芋头来做芋头糕 啊 有谁喜欢吃芋头糕的呢 一定有很多人啦 第一个是我 第二个我 还有我的助理 OK 今天就是我的助理 他也是很爱吃的人 他可以是讲哪里很喜欢去旅行 也很喜欢去找吃的东西的 对 哪里有食物就是有我呢 有食物就是有的 听到吗 有食物就是有我的小助理存在啦 对 OK 来 今天好 我们做的是什么呢 就是芋头糕 我们做的芋头糕 其实是很简单的做 应该讲算简单 如果是新手来讲的话 是会觉得会很麻烦 但是哦 如果你一粒芋头 可以做到多少的分量 我跟你讲 一粒这样的芋头哦 你可以做到两大盘 就是我前面这个两大盘这样子的 因为刚才给我的小助理偷吃了 偷吃了 偷吃了 嗯 OK 你可以做到两大盘就做了 好 OK 来 我戴戴我的口罩 我忘记到我的口罩 啊 OK 来 两大盘 两大盘好多了 两大盘 这个一盘就很大盘 嗯 其实要拿两大盘来讲的话 是大概是围起来的话 是也蛮多人吃的 如果你家里有以妈 购店上述 果婆的好啊 两三个 family的好都可以 哦 什么的 小助理叫什么名字啊 啊 OK 来 我们还有忘记跟你们介绍 我们的小助理是谁 OK 今天的小助理 跟昨天的小助理 跟三个星期的小助理 都是同一个人 都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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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里的小助理 我每次都会换人的 这样 OK 今天我的小助理 是叫个小S 小S 小S 他是很小的小马 小S 对 我不是当S的妹妹哦 啊 OK 来 OK 今天的话 我就是教大家做这个 有看到吗 虽然你要偷吃了一个 OK 就是这样子的 一个很大盘的芋头糕 这个分量可以做成两盘 说我这个字啊 可以做成两盘 如果你在家里的好 你可以用我这个食谱 做一般的分量都可以了的 如果是少人吃的话 如果是选择要送给朋友啊 还是送给阿姨啊 还是叔叔他们的话 你可以做他这个原本的分量 都可以的 你看 对啊 一家人就可以吃了 一大堆了 一大盘 一大盘 这里可以拿去 如果真的是拿去 拿去卖的话 这个分量也是蛮多的 要不然好像来家庭聚会啊 还是 拜六礼拜要到了嘛 就做一盘 一家人做住吃啊 对啊 下午茶 下午茶 明天就是拜六礼拜了 对啦 下午茶 一家人做住吃 然后喝茶 对对对 啊 喝下午茶啊 现在又可以 现在又可以 现在又好像可以跨走了 是吗 对 这个拜六礼拜一定很多人回甘工了 啊 所以如果是你 真的是跨走回去 见下父母的话 还是见下你的公公婆的好事 你也可以 在这个机会做一个糕点 给他们一起吃 因为太久没有了回去了嘛 所以回去的话 你可以搂它 两勺 因为很多的油脂 他们在 在马 在KL 在那里都好 在家里已经是变成做骨神了 不会煮都会煮了的 所以回去可以搂两勺了的 今天用什么锅来蒸 芋头糕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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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用什么锅来蒸 今天呢 我会用的话 就是我们的Wonder Trap 的 40cm 炒菜锅 来炒 因为今天的话 因为我自己的炉 会比较窄一点 我放不到两个 两个同样的那个 size的锅子 所以我是用30多cm的来蒸 用40cm的来炒 所以我用这样子两个锅子 其实如果是你要做大盘的话 是你直接 那个盘 那个模型很大的话 你直接用40cm的 就可以了 因为我的这个煮很窄 ok 来 现在我们要开始了 ok 这个芋头的话 如果你要买芋头的话 我会跟你讲 你要买一种比较有花温的 芋头是比较好一点的 比较粉一点的 然后的好 我这个芋头啊 大概是有差不多 这个芋头多重 ok 这个芋头是八百元 其实我要的芋头 其实也不用那么多的 但是如果你要吃的那个芋头糕 这个真材少油 的话 放火也是没关系的 ok 来我们就拍芋头了 ok 其实我没有提前拍 因为我怕那个芋头 就会比较黑了 所以我就拍掉它 你买大的好过买小的 有时候芋头好像有烂 还是什么 你可以去掉它 嗯 两个都是好锅 对 Wonderchap的产品 其实是很好用的锅 来的 如果你本身现在有用到Wonderchap的话 是你用起来的话 真的是很好用 而且它的热度啊什么都好 都很好 清洗方面 都没问题的 ok 现在我这次拍了它 你看啊 那为什么我会穿着那个手套去拍芋头啊 因为芋头本身有那个脚 那个脚啊 它会让你很痒 皮肤痒痒 皮肤痒痒 所以我要戴个手套下去先 不然的话 等下你会看到我一直在抓手了的 ok 啊 尽量哦 你是最好是戴个手套先啦 或者你不要讲 哎呦我拿去洗那个芋头啊 不然的话 有那个水分的东西哦 它就会有 很痒 哎呦我的那个wonderchap 掉下来了 往这边来 开始干净我 ok 那走啦 ok 来 然后 ok我们将它的芋头去切它 你弄完了之后 你就开始去切它 你看我这个芋头弯上啊 它这里下半部有时候我们看不到 芋头美不美 看到我叫下半部的芋头 不是很美 为什么好像黑黑的 嗯 下半部不是很美 所以你买大的 好过买小的芋头 怎样看这个芋头 是好的还是不好 有时候你看不到那个 那个皮薄着看不到的嘛 所以有时候你买回来 你切的时候才看到到罢了 所以是你买回来的时候 你看我这里不美的芋头 我就把它 塞掉它 ok 哇这个芋头的每次都不美哦 不要看它大大力哦 可是你是买到不美的 看那些芋头 你看那个芋头 这样只能做一盘嘛 嗯 因为它这个是800g 其实我没有用那么多的 我大概用一个500多 你可以的 看自己喜欢 好 ok 然后的话 旁边这边 跟它 削掉它 ok 削掉它 因为刚才我用的那个芋头 就比较美一点 嗯 ok 削完了之后的时候 我们才开始去了 去洗它 ok 这样才开始洗 这样子的话你手 就不会那么痒痒了的了 嗯 所以你看啊 芋头美不美的话 你看它的这个比较 比较粉的 它芋头 比较粉就是比较美 比较粉 它的头粉了 还有芋头 看到吗 哦 粉粉的 嗯 哎 我真的看不到口面的哦 ok 看到了 哈啰 每次都买多一点的材料 对呀 你要买 有时候你买那个芋头啊 真的是要买多一点 不然的话哦 有时候坏了真的是不知道的 你知道吗 看不到的 有时候那种皮啊 它遮住了 看不到 ok 所以你切好了的时候 切好了之后 你就将它那个 然后就切它 切一桩 切成粒桩就可以了 好 我们切成粒桩 我们就放到一个 碗里面 也是一样哦 你不用切到很小个 你大概切成一个块桩就可以了 好 不要切它太小 你不用切到太大 刚刚烤一个 一个 小小粒 这样子就可以了 这样子就ok了 你切得太小粒的话 只要你吃起来的话 虽然之 没有那种口感 ok这样子 切成一粒粒 好像有个色彩样子 好像有种色彩样子 是叫色彩啊 色彩啊 色彩啊 那个赌博的呢 现在它那个大小形状就可以了 好 就是切丁 切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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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切粒要子啦 ok 我这样子切了的话 剩下的话大概是600克左右啦 应该是有600克吧 这边 你用600克700克都可以的 好 这样子切 ok 这样子就可以了 但是我在切的时候呢 我要将你们炸那个榨虫先 ok 这个是榨虫 这个里面的葱 大概是一碗葱 大概差不多100克到150克都可以 你要喜欢多的榨虫 因为我要放在上面 做那个点缀的 是小葱 是小葱头 嗯 那我们给它发一发先 然后我再继续切我的那个 小葱头 这个我倒油倒下去先 ok 油稍微多也都没关系的 好 我用的就是那个 椰子油来的 ok 来 给它个热锅了之后 我这边呢 其实我自己准备了的是 120克的那个小葱头 然后我就切成 撕撕 我要将它炸成 脆脆的榨虫 然后榨虫的话 我会捞起来 然后备用 捞起来放一点先 多多点缀用 放在上面的 然后里面榨虫的那个油呢 来 我来炒 那个芋头 哇 因为炸了 葱头的那个 那个油香啊 然后你再炒你的 那个虾米啊 炒你的芋头啊 会更加香 更加好吃 好 这变成的话 我用这个的炸葱的 葱 捞起来先 好 今天小助理 谁啊 小S啊 小S 你们之前有看过我的直播的 或者有follow我的直播的话 你应该是有听过他的声音的 小S 小S第二次出场咯 第二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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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次出场 啊 一带一带有那个骄傲 是小S的 哈哈哈 新的明星 下次的话 我会邀请他出来 一起做一个小直播 干嘛 哇 又不要又不要 下次我叫小S的 过来帮我们做一个直播好不好 哎呀 做一个 怎么讲啊 做一个大奔 哇 我会搞砸我怕 不会 我跟你讲 他真的是很爱吃的咯 他真的是很爱吃 所以变成的好吃 他可以讲哦 他会搞很兜有力的那种 我 我如果出场的话 你们就没有得看那个食物了 他一煮出来就没了 哈哈哈 不会的 不会的 我会控制你的 你放心 OK OK 然后我们现在切了粒粒了之后 我们就看我们的那个油 已经开始油温了 OK了的啦 来 过来看看啊 所以你看到那个锅子 开始 到底热不热油的话 你看它的油温 你看它的油温 已经变成有太阳油温了之后 就OK了的 OK 你可以看 这样子已经OK了的时候 我们将这个 葱头炸下去 你可以用 你可以放锅也没关系 刚刚锅会比较好吃 选咯 有锅的那个葱头仔的话 你可以收起来 锅的肉 那个罐肉米吃也可以 好 用锅用枣 不要太少辣 太少就不香了 OK OK 我喜欢 我喜欢 对 然后你开热热的火 现在是我将它转去 中小火 然后给它 慢慢去炸它 不要开到太大火 不然的话 你就很快去炸掉了 对 好吃吗 好吃 一定好吃 它偷吃了 看到吗 那边已经偷吃了 一定好吃 我保证好吃 OK 我这边给它再炸一大火 你可以看到油量不是很够的话 就可以放多一点点 因为我们跟你讲一个秘诀 就是如果你的那个葱头 多过那个油的话 它炸起来的 它不会很脆的 变成的话 你的油分一定要多一点点 好像这样子 看到我的那个葱头 跟那个油 是差不多 一样多的话 你就炸出来的话 会比较脆 OK 哇 好香哦 OK 再给它炸先 OK 我们这边的话 不要理它先 我们这边不要理它 OK 来我们继续这边 OK 芋头这边呢 已经是切好 切成一个丁 就是我们好像 那个石仔样子的大角力 这样子就OK了的 比石仔大一点点都可以的 好 不要太小 然后这边的好 我有100克的虾米 泡软了之后 然后我们来切它 如果你这么粗粗 一个的话 是吃全的话 你就吃到不爽了 你切到比较 不要太幼的话 OK的 只是给它切几刀下去 虾米都还好吃 但是这边的话 我看到它应该是 准备多了 100克多吧 好像很多样子 你要放多一点也可以啊 因为自己吃的 所以你放多一点 没关系的 但是又不要太多了 多一点点就够了 你稍微给它 切一切它 最好不要一整颗啦 你一整颗的话 变成了你吃钱的话 就是好像 咬到那个虾米 硬不样子啊 最好这里切得比较 幼一点点 不要太幼就OK了的 这样子切它几刀 哇 你绑的那个云鸡头 哎呀又厉害了 又厉害了 怎么云鸡头 我这个已经是绑了很多 剩了的了 好 OK 来 再切多一两下 它先 OK 你看我那个虾头仔 我还在炸这 让它炸 不要开到太大火去炸 它就变成那个 它里面 还没有脆脆 它就变成它的软掉了 嗯 OK 那就要开多大的火 那是大火 你开中火 你热然后开去中火 这样子 因为它中火 它这个锅子有个好处 你开到中火就好了 它的锅子啊 很热的 所以是你不用开到很大火 它的热度很均匀 嗯 OK 切到这样子 就OK了 然后我们把它放在一边 虾米好多哦 嗯 因为自己吃的东西都好 自己吃的那个芋头糕的话 你可以放多一点材料也可以 如果有些人讲 我做芋头糕里面 我要放的是什么东菇啊 老球啊 而且都可以 但是我没有 我都是做回那个 那个 芋头糕 OK 来我们看看这边 OK 等一下炒一炒它先啊 哇好香哦 啊是很香哦 啊 啊 来 这个 要给它 好 这个你要有一点耐心哦 你要真的要有一点耐心去炸它的 不要轻急这些东西 哦 不要去轻急啊 OK来 我们做其他的东西好不好 这个我拿下它先 OK OK 要做什么呢 OK 现在的话我们要做的就是 我们要调它的粉浆 OK 我们要调这个粉浆啊 OK 粉浆的话我是用到的什么呢 就是这个 炸米粉 OK 我用到炸米粉 炸米粉 这个是一包是500克 哦 是500克的炸米粉 来我拍开它先 嘿嘿很美 嘿嘿嘿嘿 哈哈哈 哦 OK 这个是500克的炸米粉啊 诶 有谁喜欢吃一头糕吗 有没有人喜欢吃啊 有没有人喜欢吃啊 有喜欢吃完一头糕 你们不要吃我都吃完了 如果我喜欢吃一头糕的 你可以打得 餓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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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餓ído 吃完 就 Sports 你去打的餓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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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餓 Cla il 把它搅拌一搅 搅拌一搅 旁边有黄 里面都没有黄 这样再搅一搅 这里是500克的炸米粉 这里有40克的粉粉 这个是粉粉的 我们之前有做芋头 做五角的粉粉 这个就是40克罢了 然后我要做一个就是水 我不是有泡虾米吗 泡虾米的话 它里面有那个虾米的水 不要倒掉它 你也是拿来用 这个芋头里面的好 包括有那个虾米的香味 要是倒掉了怎么办 前面倒掉了怎么办 那如果你讲里面要加 加冬菇啊还是加虾米的好 那个冬菇的水 虾米的水不要倒 拿来用 对对对 这个真的是不要不要倒 它里面的有些金花在里面了的 啊 Susan Lim 下午好 哈啰Susan Lim 下午好 我需要的话就是1500的水量 我需要1500的水量 加500的那个炸米粉 40克的冬粉 因为我还有泡了那个虾米水这边 我需要的加买那个虾米水下去 虾米水 还有清水 我要1500克 好 OK 就加加加加加加 如果有冬菇水啊 你也是放好下去了 但是我今天没有放冬菇啦 OK 好 它水满 它只能整整 用来搅一搅它先 搅一搅先 OK OK 这样子给它搅 哎呀 我的那个小朋友又过来了 1500克 OK 变成糊状 嗯 我们不只变成糊状 我变成水状 OK 你看我这边了 已经是差不多了啦 哇 变成巧克力色 嗯 再搅一下子 就可以了 不要开它开大火 给它慢慢去炸它 OK 我这边就OK了 然后 然后 这边 将它里面的东西全部搅拌均匀它先 先搅拌均匀它 OK 现在的话 OK 这样子 OK 搅拌均匀的话 这个就放在一边先好不好 然后我们先开开我们的大葱 OK 你要注意两边哦 你说这个 你要做 要做大葱 然后你还要调粉 啊 这个的话 其实哦 如果你一边炸葱 一边调粉的话 也是OK了的 后面的话 现在的话 我就将我的大葱 拿出来 留着那个油 哦 留着那个油在里面 然后我们要炒的就是 那个芋头 哦 就是用里面那个葱头油的那个油啊 就切 来包香 那些虾米啊 还有那个芋头 全部一开在里面 变成你的东西 就很香很好吃哦 哇 嗯 OK来 哇好香哦 香哦 嗯 其实露面是最好吃的 哇 超爽的 OK来 我们现在再拿起来一边 OK 看不见备用 如果你要炸多一点的话 这也不错的 嗯 嗯 我们全部拿起来一间 好吧 好 OK 拿起来一间 OK 就这样子啦 OK 然后在这里面的话 我要把油放在里面 它就是直接拿来倒销什么呢 OK 就是我们的虾米 放下去 开回火 虾米 不要爆张它 虾米是比较吃油的 所以你的油分要稍微剥一点点 因为它现在的油分已经是没有什么油分了 所以我要加回一点的油下去 因为刚才我有爆了一点点的那个 油的 它这个排火 我有一点几堆是爆香了的那个 啊 葱头的 我放下去 不用太多 OK 虾米不要爆香它先 嗯 那葱头 你的葱头早要爆香了 大葱变成这样可以放下去之外 油直接来爆香那个虾米 啊 哇 虾米也会出水 也不是 虾米的话 它已经沥干了个水嘛 所以它的里面的话 然后它炸到好像有起泡泡啊 它给它那个虾米那个精脆的香气出来的时候 我们再做下一个步骤 好 那你可以看到它开始起泡泡了 看到没有 啊 再炸一炸它边 四香味俱全 肯定好吃 肯定 当然肯定好吃了 肯定好吃 这个 因为人家讲 肉粥流啊 对啊 有什么不好吃 自己煮的你可以放 你要放什么都可以 而且你要放多少也行 对 你可以看哦 在外面你买的那个芋头糕哦 你这里要吃那个芋头啊 都吃到一点点罢了啊 如果你在家里自己做的芋头糕 可以吃到很多很浓的那个芋头 虾米你要放多少都可以啊 嗯 嗯 OK 爆虾米的时候哦 要注意看哦 有时候那个虾米会弹出来的哦 不然你自己要很注意哦 因为虾米 就算你用的那个锅折得好 才一定会 会弹啊 那个虾米 OK 放到它差不多 锅一架下的时候 我们就将那个芋头 放下去一起炒 好 嗯 嗯 我们要爆到它香香脆脆的感觉 嗯 不要太脆了 只是有那个味道就可以了 嗯 真的真的 闻到都饿了 嗯 OK 倒在掉了虾米花之后 我们就放我们的芋头 放下去 给它炒一炒它先 哇 OK 芋头的话你有两种方式 你一个你就可以放在里面 拿来炒一炒它 给它油炸一炸它 这样子都可以 不然的话你来蒸 蒸那个芋头 才混在里面的那个 面糊里面的好 也可以 但是我就觉得 还要蒸的话 你就做一个工夫 去蒸那个芋头 直接 虾米跟那个芋头 一起炒 给它入味 更加好吃 嗯 虾米哪里的比较好吃 我跟你讲 虾米哪里的比较好吃 哪里哪里 18丁的比较好吃 哇 18丁在哪里 因为我这个虾米 都是在18丁买的 哈哈哈哈 怎么很新鲜的 有啊 因为为什么你有这种 妈妈讲是 有时在外面买虾米啊 好像买到一种 只是那种壳啊 只是那种壳啊 只要托巴了 比较多 所以是她跟我讲 有时我妈妈 我爸爸那边是配料的 你知道吗 就是在菜品那边的 所以有时候 她会叫姑姑 去买 买很多过来的 哇 你就好了 还可以 还可以带过来 带过来 不是我带过来 是叫我的姑姑 寄下来啊 寄下来啊 啊 她寄下来啊 她讲呢 有时在这边买到虾米哦 她讲自己吃东西啊 买香一点 好吃一点 是ok一点的 给她这边 在露露它边的时候 我这一个 稍微做一只咖心 ok 好了 然后在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要放一点点的什么呢 就是这个 胡椒粉 胡椒粉 一茶匙 那个盐 也是一茶匙 看你的酸味要多鲜啊 我大概这里是一茶匙 一大茶匙啦 然后糖也是 然后放下去 冰层好吃 冰层啊 冰层啊 或者你们我讲哪里的好吃都好 我也是啊 因为我这个小屁 也是这个吃过来的 不是我小属也是吃过啊 哦 我也是这个吃过来的啊 他比较吃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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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不是我 他比较吃过 我不是比较吃 我是冰居罢了 我不懂哦 很多人跟我讲 我很运劲的吃东西 我不懂啦 就他们讲啦 因为你会吃嘛 啊 你就会分美食 会品尝 OK 在这个时候呢 我要放回一点点的水 好 是太干了 还是真的 这个我要放回一点点的嘴巴 然后鱼头露露味还先 OK 然后我们就放那个胡椒粉下去 嗯 OK 胡椒粉 也是放下去 因为小米本身哦 它是有带咸的嘛 所以你的盐呢 就尽量自己去加上那个盐 不要太过咸 哦 这个的话我是放一茶匙啦 如果你要吃的很重口味的话 你就可以放少一点 好 好 然后这样的时候 OK 我们要做什么呢 下一个步骤 就是我的这个 炸米粉跟灯粉 搅一搅它先啦 下去的时候 好 开始 搅一搅它 其实你看啊 我这个锅整得好哦 它也是完全是不沾等的 看到吗 来看看 嗯 不会沾 沾不沾等的 等下我放这下去就知道了 OK 如果这个已经搅均匀了的话 放下去 哇 OK 放一板剪啦 然后果实下面还在沉底的 你干嘛下去 对啊 不要浪费不要浪费 不是啊 因为它会沉底啊 那个金麦粉啦 对啊对啊 它会沉底 所以变成的话 我倒一半下来 给它搅均匀 它下面那套一般的东西 那个粉是放热水还是什么东西 普通水 普通水而已 普通水就可以咬的 然后我们就一直搅它 搅到它什么情况呢 就搅到它变成好像有种 黏稠的话就可以咬了 我们可以讲 那就给它那个粉浆哦 半熟 混熟 这样子 这样子 要打圈圈 OK 所以这个啊 你这样子打它圈圈 就可以咬的 所以你可以看啊 开始啊 已经见了粉 完了的话 可以慢慢慢慢开始的话 会比较凝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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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OK 有朋友进来吗 有吗 有没有帮我 分享一下子咯 今天的话我小气来 就是用我们的 Wunter Track的炒菜锅 来做的 就是这个 传统制的鱼头烤 小气鱼头烤 哈哈哈 哦 哦 我妈妈分享哦 大家 啊 你妈妈分享一下子哦 很好吃的甜点 甜点吗 甜点吗 小吃 高点啊 小吃 高点啊 高点好高点 啊 这个是高点 请大家多多分享哦 就可以在家里学习 怎样煮 怎样做好吃的高点 如果有些是你们喜欢吃鱼头烤的话 喜欢吃鱼头烤的人的话 这个他一定很喜欢吃的 爸爸妈妈应该也是喜欢吃的 我妈妈就很喜欢吃 嗯 是的 我妈真的很想吃鱼头烤 对啊 对啊 就好多人都爱吃 然后以前 以前会比较便宜啊 以前的价钱 以前的价钱啊 以前的时候有的是 好像是 嗯 六毛钱一高 好便宜哦 然后的话 我记得了 我记得以前 以前我妈妈买的 好像是六毛钱啊 好像是 嗯 那个吃鱼头就少不了了 你一搞 一搞柜里面 然后你吃到两三片 那个 一整小里的鱼头啊 哦 虾米也是一点点 没有虾米的啊 没有虾米 你就想了有虾米 没有啊 没有虾米的啊 谢了 六毛钱的 还有吃到有虾米啊 谢谢你啊 师生 啊 这个没有的 是的 以前 以前是 哎呦 比较贵啦 那个料 然后你又不能卖太贵 因为 跟你讲以前啊 你现在你外面吃的好了 你呢 你找那个鱼头糕 那个鱼头有没有 真的很多 很多鱼头 你吃得好很少 嗯 我有吃过一个 一个啦 是在哪里的 是在那个 啊 他做货的 在做货的 那个呢 就有一个卖 啊 他那个呢 就很多那个鱼头 嗯 那个什么是一大片哦 他的鱼头 全部都很大 很大好的 很好吃啊 所以每次我去做货的时候 是 我一定从那边 买了之后 就直接回 KL 哇 下次去冰城啊 下次去冰城嘛 冰城啊 我去冰城的话是 哦 我又来吃东西了 哇 哈哈哈 OK 所以你看了 他已经开始变成 已经是黏稠了 是你再炒多哈 更加黏稠 他还是带很很水性 哦 再给他炒 再给他炒多 再淋糊一点 这样子就可以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个窝走得好哦 你可以看到 现在还是 还没有粘底了 哦 还没有粘底了 这个芋头是融掉了 还可以吗 如果啊 它还是冰 啊 其实我以前有做过一个哦 就是哦 我拿一半的芋头 拿去做成米 打成米 一半的是颗粒状 就是一口一口的 我就是叫它米 混合在它那个红里面 所以变成的话 它整个 芋头糕啊 它就是它全部很充满那个芋头 嗯 啊 以前我有做过 因为以前的时候 给那个 那个 老人院吃 哦 哇 好有善心哦 以前我做过 给老人院吃的话 他们那边的话 不要太过送口味 加上 有些老人家的话 他们 就是吃那个芋头啊 所以我是加那些芋头 一般是混合 一般是 颗粒状 嗯 对啊对啊 老人家也是適合 嗯 因为老人家会觉得 这种芋头糕 是他们以前 他们 他们的 他们的美食啊 对对对 所以有时候我就这样做咯 教他们 他们会拌一样 啊 OK 你看啊 它已经凝固了 这样子 看到吗 OK 我们再弄到它一下下 你可以看哦 它下面的桃 都是没有粘底的 对吗 我也是开着 开着它是松果的 嗯 我看看 没有粘底呢 没有 你看 没有粘底哦 OK 这样子了的时候 就OK了的了 它那个粉盒 已经是半熟了 看到没有 看到 它半熟就可以了吧 我们就可以半熟了 来了 OK 这样子就可以了 我们就做下一个步骤 就是要跟它装盘 来 装盘的时候 我们就是要的是什么呢 要什么 要盘 就是一定要盘 这一个 要我盘 你盘什么盘都可以哦 我知道装盘 就是一定要我盘 你不想要装在手 嘿嘿嘿嘿 OK 来 我们现在装盘的时候 OK 刚才我们不是有那个 这个葱头油的 我们要把一个 涂一层油在下面先 所以那些的话 我们一定要 放一个 烧子 烧一点的油 在下面 哦 如果不烧的话呢 会沾吗 你不烧的话 它就会沾在那边嘛 所以你最好烧一层油 你烧回你刚才炸的那个 葱头油就可以了 好 葱头油就可以了 这样子的话会比较香一点 嗯 嗯 这会比较香 因为你底部都有那个 葱头油的味道嘛 对对对 啊 OK 来 OK 这个酱油的话 为什么我会有一个酱油 怎么呢 有这里要看你的那个锅子哦 它的颜色啊 它的那个芋头 你要比较深一点的话 你可以放一点点的酱油 在里面都可以的 但是这个酱油香的可以 但是我觉得一定是够了的了 所以我的酱油 我就没有放下去了 我帮你种口味一点 你就可以放了 啊 种的话 其实不是很多啦 那个酱油是有些带它的颜色罢了 OK 来 我们将那个炒好的芋头 我们放在我们的 刚刚涂了油的 那个盘里面 这个是啊 可以做两盘哦 哇 两盘的分量来了你的啊 对啊对啊 对啊 我是不是自己炒坏了哦 不要紧 大家平一吃可以吃完的 炒给老人家吃的时候 真的是炒坏了 去到老人院那边太多人了 哇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这个炒坏大盘了 老人院应该这里不够粉嘛 有会有很多 两盘啦 但是粉被给他们吃那么多啦 不就不要打 我只打 吃到一个锅里就OK了的 来那吃 OK 要炒坏它啊 我这个热水开 给它热它先 OK 来 然后的好 如果是你觉得你自己碰到不平的话 你要 你怕里面下面有那个空 有一个洞 一个洞在里面的好 你就来敲一敲它 不要拿玻璃的哦 玻璃要等下敲爆了 啊这样子玻璃的来 可以拿一针的话就 你不用担心它会爆 你不要拿那种 那种东西平平一一的玻璃来生啦 哈哈哈 对吗 OK 来 开始 你浮平它 浮平它会比较好一点 比较好看 对 OK OK 打上看啊 OK 看啊这边还有一盘的 你知道吗 这边还有一盘的 然后你浮平了之后 真的时候你们做的时候啊 记得不要弄到太高哦 太高啊 你的时间就会比较长一点 好 大概哦 你送到差不多这个盘的高度 就OK了的 OK 弄好了之后啊 来 教你们啊 这个大葱啊 放一点上去 它一点点把它放太多 还是很烧啊 主的哦 哇 真是真是 我是要跟它一起的炸 一起的整 给它那个葱油的味道啊 就一点点在里面 OK 一点点够了 不要太多 好 OK来 我直接是用 32CM的 魔法炒锅来蒸 OK 这个魔法炒锅的话 它可以有一个蒸笼在里面的 OK 这个熠了 然后这个水 好 你要节手一点先 那时候蒸它 OK来放下去 滑手 OK 然后我们就直接 直接给它 盖子哦 上面有那个水分器的 你给它 骂一骂它先 用你的魔法快锅中可以吗 可以啊 用魔法快锅中 但是你那个盘 你那个盘 要小过它的那个大小 OK 这个的话你直接 开个洞口 大去蒸 OK 我的盘这个 大概我要蒸它 20 10分钟 看你的那个盘 大小 OK 我这个 预它一个25分钟 OK 然后如果你是用那个 魔法开锅的话 蒸都可以 都可以 但是你那个模型的话 你要比较小的一点 然后你在里面蒸的话 你大概蒸它 差不多一个10分钟左右 看你的那个高度 你不要那么太厚 OK 因为 normal size的话 大概等10分钟 是OK的 像刚刚你的那个盘 的那个 啊 太厚 那个盘 因为我这个盘 是比较大个的 但是放不进 你要拿弓一拿 所以你要比较小个一点 看你的那个 宽度和高度 哦 来 我这一边 你可以看哦 它的里面哦 可以的 哎呀 你用的魔法 可以吗 就可以的 OK 下来的好吃 冰城的好吃 哈哈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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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跨周期间的好 也是要注意SOP啦 也是不要跟太多人群啦 但是这个我也是会的 所以你是去找吃 在吃上里面吃就可以了 在吃上吃 哇 也不错 吃风 对啦 吃风嘛 咱们也吃风嘛 咱们也行回的嘛 对吗 来 我给你们看看 那个今天 我就是今天所蒸出来的芋头糕 这个芋头糕的话 你看我只能有两盘 那你上面还有放葱花跟辣椒 对 OK 我这边的话可以真的有两盘这样子的菜式的 OK 你可以看啊 我给你看那个芋头啊 我拿个叠子出来先 看了 真的是芋头不是芋头啊 没有骗你的啊 来 我给你看 OK 我切出来先啊 这个是圣经管理老大了 就是 这样一点 哇 也吃掉了 没有影响到 没有影响到 还是很美的 还是很美 对 整盘还是美美的 失去了一点点 没有影响到 来 我给你看看啊 我那边给它再蒸着我的芋头 OK 我可以看啊 来 你可以看 每一口都好 它的芋头 你在上面撒一点 你看啊 看了没有 哇 看没有 那我切了 它切来了 来来来 来来 来 这个也是芋头的 看到没有 哇 这个已经是给人定了 哇 这个已经是给人定了 哎呀 太失望了 这个给人定了 太失望了 这个给人定了 不讲很硬 也不很软 看到没有 它芋头跟人的质哦 你看它的芋头啊 有些人他们蒸了芋头 可是你做到不成功的话 这个的话有些人 为什么蒸芋头啊 蒸到很糊糊的 不会炸死啊 就是哦 它蒸出来的时候 水蒸太多 就是很软软 你看啦 它这里每一口都好 它拿出来的好 它的芋头 它那个芋头糕 全部都知道 不会软 刚刚好口感 哇 好爽哦 看你吃的好爽哦 好爽啊 蒸到飞了 哇 蒸到飞 如果你们喜欢吃的话 如果配上那个虾米辣 更加好吃 有些人吃配辣椒酱 对 你要配那个 那个什么 蒜米辣 蒜米辣椒也可以 但是因为我那个辣椒的话 我还不会做 我会做甜酱罢了 对对对 也可以配甜酱 对啊 ok 上面的话你看了 再配上这个芋头 很好吃啊 哇 然后上面的时候 你多么呢 再加那个葱头 葱头碎 撒上去 那只撒 然后再配一点 青葱 小气姐平时不是穿蓝色的衣服吗 为什么变成黑色 因为我昨天的蓝色衣服 很不幸运 因为我弄到肮脏了 所以我们没办法 今天的话我就黑色不吵 黑色也很漂亮啊 还是你要下次买两三件蓝色衣服 黑色也是显瘦嘛 我不显瘦吗 对啊 黑色才酷嘛 ok 这样子之后我们就找一点那个 辣椒 那个是辣椒 这个是青葱 就是这样子给它点缀它 然后放一点的那个芝麻 还要放芝麻 芝麻有营养 哦 放点芝麻 你不要芝麻就不要芝麻咯 如果这里可以的好啊 如果可以的话是 来跟你分享 看看 这是什么 黑黑的葱鱼 哦对对对 刚才的葱鱼 啊 放一点点上去 好 再紧 点一点它 往过来的脚 这个就是我的翅膀 哈哈哈 ok 然后的话你去看 你这一盘的好 如果你是自己做好了 你要拿去送人的好 或者是拿去给你爸爸妈妈 做给你爸爸妈妈吃的好 诶 你可以看 这样的一盘的芝麻糕 我的材料里面的话 主要都是什么 就是家里有的 天葱啊 葱头仔啊 虾米啊 炸麦盆的话 就是两三块钱 芝麻糕 我一颗的芝麻糕 才七块多钱 一个这么大个 我一起来的它的成本其实不贵的 嗯 成本不贵 我可以这里可以卖一斗 我现在外面卖一斗 好像是整个要快多两块钱啊 哎呦 所以他们也赚蛮多了 啊 只是它的功夫是在于 要整罢了 所以危险的话是 自己做来吃 或者是讲 如果你要做来卖的话 也可以 只是看你要怎样去调的 哈哈 哦 听到了没有 可以开始做生意了 啊 啊 ok so ok 所以今天的好 我就是有做的就是芋头糕 如果是刚刚朋友 你们刚刚进来的朋友们 你们直接可以看回我的重播 来看这个芋头糕是怎样去做 好 我这个芋头糕其实做起来的话 不会很复杂 也不会很难 你看我这个食谱去做的好 只是那个味道 你要 要重一点的口味 你只加那个盐和乌香粉 调重一点就可以了 好 然后的好 我们会每逢星期四 跟星期五下午四点 原味厨房也会一样有直播的 好 在四点钟 所以明天我们下个星期的好 你直接可以过来看看我们的直播 下次下个星期 小气会煮什么 记得一定要留意 我们的那个 广告通知 小气会煮什么东西 你要一定要很期待很期待哦 好吗 ok 如果你们家里没有过的话 可以买我们的 玩的 对不对 小S啊 你很推荐哦 因为小S本身 已经 他本身是一个不会煮的人来的 然后 他开始已经在我们这边 开始看到小气煮这么多次 看到很多次 他已经心动 自己已经下手去煮了 对啊 我买了一个 然后我回家学了 对对对 成不成功 不要告诉你们了 但是我还是有学了 OK 没关系 变成的好 看看进来的朋友 六师傅 Susan Lim Susan Lim 你再跟我WhatsApp 看哪里好吃 你share给我知道 等我偷偷的走过去饼呢 我带我 带我 走去饼呢 我要我要带我去 OK Yuki OK 变成的话我们的直播的话 就差不多时间了了 OK 变成的好 下次见好不好 六师傅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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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拜拜 Yuki 拜拜 到谁呢 我看不到 因为我的那个 comment 很难看得到 吃字 我也要会吃字的 吃回Basebook OK我们下回来见好不好 再见 谢谢大家 拜拜 如果这个鱼头 我在等好了之后 我再拍照给你们看好不好 嗯 只给你们看哦 要吃 你们要在家里自己做 如果要吃的话 我看我这里有四盘 所以要过来吃的话 可以过来吃 快点快点 快点 OK好的 拜拜 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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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